在市長蔣萬安與貴賓們的倒數聲中 台北水舞嘉年華正式啟動 首場水舞秀以彩虹派對為主題 由七彩之光描繪出繽紛的畫作 搭配樂手們輕快的演奏 讓現場民眾為之驚艷 市長蔣萬安也分享水舞嘉年華的觀賞攻略 除了今天我們大家所在的地點 我們雖然飄著小雨 但是不減我們水舞的精彩 大家也看到對面剛剛有非常多的人潮 在觀賞我們的水舞 另一方面從內湖之麥帥橋下 那邊也是觀賞水舞的第一排 非常精彩 我們內湖秀的里長就很清楚 所以從不同的角度 可以看到水舞秀不同的風貌 而且今天即便下著雨 但是我們水舞還是非常的精彩 而且發現整個音響的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另一方面我們也鼓勵大家搭乘捷運前來 所以從捷運站出來一整套的行程 可以先到我們松山慈祐宮參拜 另外可以到我們的饒河街夜市品嘗一下美食 慢慢地再散步到我們的喜口 欣賞我們精彩的水舞秀 讓大家可以享受一個美好的夜晚 也可以有一場聲光體驗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帶狀的活動 能夠帶動附近周邊 不只是商圈的發展 整體經濟效應 也希望吸引更多 不只是市民朋友 外縣市的朋友 國際觀光客 都可以來欣賞我們精彩的水舞秀 科技的光影 把城市打造成一個充滿活力 而且有相當動感的城市喔 7點30分的水舞主題 則是未來都市 透過科技的光影 將城市打造出充滿活力與動感的空間 為城市帶來了獨特的魅力與活力 貴貴賓朋友們可以看到 跟剛才所看到的彩虹派對 光是音樂的部分呢 就有相當大的區別 它更加的動感 這也代表著城市的活力和魅力 現場吸引許多民眾前來觀賞 中家寬屏也響應水舞活動 在現場設置攤位共享盛舉 水舞展演從5月1日到6月30日 每天晚間7點到9點 共5個場次 每半個小時展演5分鐘 展演曲目包含未來都市 彩虹派對 花樣春夕 在地文化 龍飛雲翔 雄站台北等六首 其間更有一系列精彩活動 邀請民眾呼縫影伴前來參加 留下夏季的美好回憶 2024台北水舞嘉年華 歡迎來玩 記者李奇惠台北報導 行傷 吃飯 有機會 吃飯 吃飯